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 AMEC 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靠您對澳洲留學移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有新的Videos 新的消息 您都會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好 我們星期三沒有找Jerry來 當然大家可能會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禮拜太多 我這太忙了 真的啊 然後忙著腰斬他的房價 不是啦 太多政策變化 那當然我們還有就是接下來的 星期六星期天還有下禮拜六 我這邊打個廣告一下 那如果您對這個全球科技人才簽證有興趣的話 明天在新竹洗來燈 然後後天在台中的全國大飯店 然後還有下禮拜六在台南的香格里拉 都是下午兩點的時間 我們會在那邊跟大家見面 那Jerry這個禮拜你那邊有什麼新聞嗎 新聞嗎 對啊 新聞 其實我覺得 最擔心的就是雪梨竟然靜悄悄的 那是幾天的新聞 對啊 這很好用 因為其實前幾天他本來十幾例確診 我本來想說在FB社團不想po 我覺得他應該會好轉 不對 今天突然變二十幾 趕快po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對啊 然後這個聖誕節如果大家就嗨一下 對啊 回來就 好 而且現在是幸好 那邊的小朋友是現在是放假當中 那還好 如果小朋友還要上課 我覺得就很辛苦 是是是 我這邊有一些小新聞跟大家播報一下 當然可能大家要注意到 那個投資移民明年7月1號就 是非常重大的新聞 對他要把那個直接一步到位的PR 全部不是腰斬的 但是沒有了 直接買起來 所以如果投資移民的客戶要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六個月的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探討一下 那當然今天還有一個新聞是 突然間這個澳洲總理的 Scott Morrison說 那這個貿易部長我們就先別提了 移民部長換人了 換成這個叫Alex Hawke 那會有什麼後續的發展呢 我們不曉得 所以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了 那不過anyway今天請到Opage的Jerry 那也是要聊聊房地產啦 那他今天有幾個方面 一個是在介紹一個區域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 就是買賣流程 都到底怎麼樣 很多人不太知道 可能今天感謝他花點時間跟我們來了解一下 那我們先進入第一個話題吧 第一個就是這個區域 你今天想要介紹Rochdale 為什麼想介紹Rochdale 其實也是漫年之刺啊 很多人都要買地製劍 然後又要腰斬 我都已經找到 快找不到 沒有什麼腰斬不腰斬 明明現在都房市在好 根本就沒辦法 然後就是Rochdale它是屬於 以前啊 我查紀錄它2012年之前 而且大部分都是農地居多啦 那後來經過這個政府的這個 重點發展住宅區 所以它大塊的那些農地就慢慢就是都沒有了 它現在就是都變成住宅地在銷售 所以這個那邊 如果你要找House的話 那邊是很密集 就是你可以找到 就是不會那麼辛苦的去 辛苦去找一塊地啦 那Rochdale它那邊已經很多塊地都已經整了好 P文都已經有 你就可以直接買這個地來蓋你自己想要的房子 那你手上有這些地嗎 有啊是有啊 可以腰斬嗎 當然是不行啊 它大概多少錢 10萬 沒有啦 沒有10萬 Rochdale也已經貴了啦 因為它從2012年 它那時候已經被列為 就是中間住宅發展區的時候 它那個房價也是一路往上的 那可是它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已經成型了 是是是 你不會去找一個 完全就是 旁邊都還是樹啊 森林的 然後你P文還得去申請 然後你得跟市政府 你跟市政廳 旁邊都已經蓋滿多房子了 對啊 那不然還要 辛苦一點 搞不好連水跟電都沒有 你還得去簽 哇那很麻煩 這個不用啦 這邊全部都已經有了 都已經有了 所以你說找這種就買個塊地 然後設計自己想要的房子 Rochdale是你可以考慮看一下 它House現在在大概100萬 也是每年每年 它沒有Unit Unit是沒有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趨勢 對 它的趨勢 如果我們看 從年度去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 就從2012年之前 它是沒有House的那些紀錄 因為它那個時候都還是農地啊 對 等到2012、2013年之後 開始有地方 它就開始衝 從這邊才跳出來 有數字 對對對 才開始有數字 所以它是有漲的 原本68萬 現在已經到 我以為這個沒有漲負面太多 就拉上去 從68變88 然後就90、96 現在要100 可是你要知道這是2019 其實2020年又更高 真的啊 對 所以澳洲就是這樣 你只要被政府認定 你這邊要發展 它就是會上去 所以基本上都是 七年漲快要 我一樣 我不會很確切去跟大家說 它多少七年是不是漲一倍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說 這個方向肯定就是往上的 澳洲房地產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給它時間 它就會回報給你看 它就會回饋給你看 這是它最近附近的一些房子 都蠻漂亮的 然後像Lostale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意見 就是看個人喜好 像Lostale 因為它還是屬於 這個 那個布里斯本市政府的區域 那如果是Lostale South的話 它就是屬於Logan City的 所以我寧願是這樣子的話 我還是比較偏好 你就是找 至少是布里斯本市政府的 對啊 那個區域還是有差別 其實還是會有差別 因為你的稅收 你的預算 你的基礎建設什麼 要比較快到位 還是要布里斯本市政府 不過這個地方有個好處 因為我蠻多朋友住在那邊 它剛好就在高速旁邊 所以要進市區 然後要去黃金海岸 都特別方便 而且就是它那邊附近 那個購物中心 也已經新形成的 那個Lostale Town Center 它也很靠近那個最大的 Garden City 所以你說購物方面的話 那邊是OK的 如果要買龍蝦蠻方便的 對對對 不會想像中就是一片荒蝦 不會不會 是是 然後那邊的學校 學校我看一下 學校的話 Rochdale State School Rochdale State School 公立的 也是不錯的學校 然後還有 私立 Rud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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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College 私立的 也是都兩個很不錯的學校 所以你到那邊 然後或者你要甚至有人 不熟悉你要去Sunny Band 上學的 可能也是 都很近 它去Sunny Band 好像十分鐘而已 對 然後它到市中心 也是十五分鐘到 對對對 那你說往南要到黃金海岸 也是半個小時 多四十分鐘就到了 對對對 所以它是介於 如果你想要買一塊 自己的地 然後自己 蓋自己的房子 那Rudema是可以考慮的 不然其他區域 就是我們要再另外再找 OK 好那我們今天來聊聊 整個買賣交易的流程 對 那你先一個一個講吧 大家看其實很簡單 可是問題是 你真的要細講 其實每個都可以講很多 但是我就是重點是 就是因為有些客人 可能海外人士 他就只知道新房 那有一些客人 他是當地人士 有PR的 那要買二手房 甚至是option 其實重點是option 還有比如像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要買地之間 其實買賣流程 就是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今天花一些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買的流程 大概要注意些什麼東西 好 第一個 預售屋新房 這個其實是所有買賣流程裡面 最簡單的 因為你只要付一個 這個EOI 或者是reservation form 那這個大部分是 一千塊到五千塊不可能 那你付了這個預定金 它有點類似像我們台灣的 握旋金一樣 可是它跟台灣的握旋金不同的是 它這個EOI錢 比如兩千塊好了 會打到那個律師信用帳戶 如果你真的你不喜歡 這個錢是可以退的 你頂多就是退回來 比如兩千塊的這個 這個預定金 大概可能銀行會收個 十幾二十幾塊的手續費而已 所以是可以退的 那你只要這個EOI付了之後 那原則上法定時間 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你可以來準備簽約 付這個10%的首付款 那如果就是你一樣 就是要 法定時間是14天 那如果有些開發商跟你說 他要一個禮拜 或者是要你幾天之內就付 實際上你可以不用太 不用太理他 其實底論上你有14天的時間 甚至你之後再長一些些 我們去跟開發商交測都還可以 就是澳洲它是很保障消費者 你說這些預售屋 基本上都是公寓吧 House也是一樣啊 你只要是新房 就是這樣 就是歸在這個規定裡面 而且其實甚至 它保護消費者到什麼地方 甚至你都簽了合約 它都會還有一個那個 cooling off period 就是冷靜期 因為它就是保障消費者 就是很怕你可能 消費者一時被agent 天花論罪講到暈頭了 然後就寫了 就簽約了 -10%了 它甚至在你簽約的那個 它一個明顯簽名的那個地方 它會標示這個冷靜期 它給你就是 你可以在三個工作天 就是無條件的 把這個合約給取消掉 所以它是保障消費者到這個地步 目前我們看了很多 台灣沒有這樣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冷靜的 簽就簽了 簽就簽了 簽了之後 如果你反約 這個開始就很麻煩了 可是在澳洲 它是簽了之後 三天的工作天時間 你就可以無條件的取消 你可以沒有任何理由 你可以取消這個合約 滿特別的 很特別 就是非常保障消費者 那10%的首付款付了 然後也是簽約的當下 接下來就是你就等交房 有的你可能現房已經蓋好的 可能就等兩個月 兩個月左右 一般而言他們是45天到60天 就是會交房 那如果你是買預售屋 比如說兩年或三年後蓋好的 你其實就付這10% 之後就等兩年三年再去付這個90%而已 所以就是屬於新房啊 預售屋啊 都是這個樣子 都是這個樣子 不管它是公寓還是House 所以蠻簡單的 而且還蠻保障的 而且就非常簡單 就是客戶有時候甚至會簡單到覺得 怎麼這麼簡單 實際上就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現在連視訊簽約 像我們今天早上也是一個視訊簽約啊 就是這麼簡單 OK 都沒有 那他現在簽約還會合約 一定要紙本寄來簽嗎 有一些需要 有一些需要 為什麼是有一些需要 現在不是澳洲電子簽 對 可是就是還是會有一些開發商 像我們之前的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在Camp Hill 是Camp Hill嗎 還是哪個 他就寄來是不是 他是要求我們要用紙本的 那後來我們交涉之下就是 我們這邊一樣是電子簽 給律師之後讓律師 印出來給他 在澳洲電印出來給開發商 才不會那麼麻煩 不然的話到時候他真的只能寄來 我們沒有要等 等到等多久 然後他又再寄回去 麻煩 後來交涉之下就直接電子版 就PDF簽好 Email過去 或者是Line或WeChair 而且方便很多了 就方便非常多 像在台灣還要大小張蓋來蓋去 對啊 所以澳洲他就是 台灣還有蓋指紋 不是嗎 如果你沒看一張就蓋指紋 對啊 指紋怎麼去驗那個 到底是誰的指紋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個真的要講 這個又是一個社會的一個 因為以一個信任當作基礎的一個社會文化 像澳洲他們就電子檔簽名就算輸了 所以文化不一樣 OK好下一個是什麼 Options Option Option Option其實就是 台灣有在做拍賣的 房子這樣拍賣的 不是像澳洲這樣子的拍賣 我們台灣的拍賣 台灣拍賣都聽起來都是法拍才會拍賣 就是 對啊就是不一樣 之前甚至也有 都是已經破產爆掉在那來拍賣 對啊 所以這個也是 澳洲不會啦 文化不一樣 澳洲反而是好的項目才會拍賣 好的才會上拍賣 好的才會上拍賣場 奇怪啊 就文化不一樣 甚至也有就是台灣的從業的人問我說 欸你覺得澳洲的這種拍賣的這種 文化在台灣可不可以 我說不太可能 為什麼不太可能 好我開始跟大家解釋這個流程 大概比較好提問 為什麼不太可能 好第一個 拍賣的話原則上我們都會定一個拍賣日期 比如說我們定1月1號要拍賣好了 那實際上前一個月 我們就會開始安排讓大家來看房子 然後有的積極點搞不好 然後有約就看 但是大部分是一週一天或兩天 就是讓潛在有興趣的客戶 就是過來看房子 他會登在我們台灣的類似591 就是realstate.com的這個網站 然後這一個月的時間 好好去做功課 讓買家去看房子 然後去研究這附近周遭 甚至你去問左右鄰居 這個都沒關係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 買方其實我們上次的節目有提過 其實買方的重點不在於 你去看房子 你真的要買二手房 或要買Option 你要趕快先去銀行做這個貸款的評估 然後去請銀行做這個貸款評估 他會有一個文件給你 但是這個pref approval的這個貸款文件 並不代表他就願意貸給 他只是先跟你講說 好我現在大概知道 我大概應該 可以貸多少額度給你 可能是這樣 但是他不能給你確定 所以這個時候買家你要 貨比三家不吃虧 你要多跑幾家銀行 然後去多拿一些 這個pref approval的這個文件下來 萬一到時候A銀行不給你貸 你還有B銀行可以找 B銀行沒有貸 你還有新銀行可以找 就是房販如果拍賣拍到了 結果沒辦法貸款 你就暈倒了 因為拍賣的那個錢 那個10%是要先付 然後到時候不買 你這個錢是 理論上一樣會被沒收 就被吃掉了 所以你在買入場的時候 10%一天都要先壓下去 那個都要先付給中介了 那這個複時怕我認為 大家也都還拿得出來 最怕就是你貸款 如果你心裡不確定 比如說1月1號 你已經準備要上拍賣場了 結果銀行都還沒有給你消息 因為你沒有在前三 因為這個貸款 基本上他會給你三個月的時效期 就是說不可能說你半年後 我還給你貸款這個金錢 沒有他一般是三個月 那如果你沒有提早去做 這件事情的話 你心裡都 比如說你問了10家銀行 10家都還沒有給你這個 你心裡會不會有點擔心 有可能 那你在拍賣場上 也能夠好好表現嗎 你不敢 因為你沒有錢 你就不敢喊 是 所以 但如果有現金的就沒差 當然 我們所有的買賣流程 你只要是現金買家 這個都不在此限 可是大部分的情況 應該不會 都還是會 有現金的還是會想要去利用一下銀行 對啦 你現在貸款利率那麼低 你不用白不用 對 因為現在當地的這種貸款利率 你看 當地的最低的 我聽到就是1.99還是1.89 哇 這澳洲史上也沒聽過這麼低的貸款 你說台灣貸款利率1%多 可是以前台灣之前貸款利率也有高的時候 以前我印象中 那種優惠利率貸款是5.5% 台灣 我們也是一路這樣走低 那現在澳洲已經 從以前那種十幾%到低到現在1%多 現在很多買家基本上都 尤其是資助買家都出爐了 嗯 OK好 所以你要先去買家 你要先去做這個 這個貸款的預批 然後接下來 這個批完之後 你 Auction 的時候 如果你已經拍到了 原則上這個合約 你當場就會跟屋主在裡面 簽約 簽約 然後你簽完約之後 這份合約就是要趕快請你的律師 有的是這樣 可是實際上如果比較 再更精明一點的買家 甚至你可以跟我們中介要求拿這個買賣合約 你可以先讓你的這個買家 你可以先請你的律師 先看一下這個買賣合同有沒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你跟我們中介要 我們不會不給你 都會準備給你 就是表示你已經 已經有想到後面的事情 我們也很喜歡這樣子的買家 表示你有想到後面的 是 貸款運批 這個你要準備 那如果你認真一點 你對這方真的有興趣 你可以先跟中介拿這個買賣合約 請你的律師來幫你審核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律師 其實我們介紹給你也是可以的 因為在澳洲 律師就是站在買賣雙方的立場 你不會直接跟屋主或開發商交渉 你一定就是跟賣方 一定是你請你的律師跟賣方的律師去交涉 對 所以這個非常有 公信力 因為買賣雙方的律師一定都站在他自己客戶的立場 如果你這個合約有太有一點問題 有瑕疵 雙方律師會去交涉 然後把這份合約 領成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合約 嗯嗯嗯 所以這第三步 那接下來 好你在這個付的這個10% 這個大部分是開一個支票啊 要給中介 那到時候沒有派成的這些支票就是還給你們 那如果有派成是10%直接就是變成 10%就是10%收付款 收進去的啦 也就是收進去的 而且拍賣的這個東西就要注意 這個是沒有人進期的 像我們剛剛有講 沒有那個三天的啦 沒有那個三天的 因為已經是公開的場合 那你已經 拍賣的人都是不冷靜的 你要這麼講也是可以啦 而且還是合法的不冷靜 所以就給你簽下去了 只是小心一點 對對對 所以你這個10%注意 你拍賣這個是不能退的 成交你是不能退的 嗯 OK好 接下來其實就是 買成功之後 你就要趕快跟你的這些貸款一樣 趕快確保哪一家是你可以貸款的 要確保貸款順利啊 因為貸款不順利後面非常的麻煩 是是是 然後接下來就是等這個 可能45天到60天左右 就是-90% 因為貸款如果有的話 就-90% 然後準備驗房還有交房 那驗房一般而言 實際上 你要請一個驗房師來幫你做 那個大概幾百塊啊 嗯 那你要請我們Agent來幫你做 也是可以 因為現在你背不過去嘛 我們現在也是有客戶就是 你他沒辦法驗房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Agent 或另外請一個驗房師來幫你做驗房 那驗房OK了 這個驗房大部分就是前 前一個禮拜 10天15天 一到兩個禮拜之間 驗房差不多OK 那驗房師他會出去 出具一個報告 說這個房子有沒有什麼 就他的理解 他看到有什麼問題 那他只會出事報告 那你再依照你這份報告去跟 開發商律師去交涉 你這驗房哪邊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那就順利 你就是如期交房 是是是 所以這個Action的這個麻煩流程 大概是這樣 OK 聽起來還不錯啊 那這個Action 其實沒有親自去走 走貨流程 很多 很多人都 他會不煞煞 不知道大家幹什麼 他會不知道 而且就是 有這些makeup就是 你到時候 當然如果一樣 你是現金買家不再實現了 是是是 可是大部分人會需要代款 你需要代款 你一定要先了解這些東西 那其實剛剛有提到兩個重點 趕快先找 帶那個銀行去做那個育批 然後第三個 你精密一點去找這個 仲介拿這個買賣合約 你可以看一下合約有沒有什麼問題 提早做育 對 那同樣這樣的物件 你可以去兩三個 比較 物件去比較一下 對啊 但是貸款是最重要的 OK 那我們進入最後一個 我覺得是最多人問的 然後 可是他是最討厭 最麻煩 為什麼這樣子 我明明就一直在推這個 我知道 買地之間是最好玩的 好不好 一樣 你是現金買家 這個都沒關係 我隨便你玩都沒關係 OK 可是如果一旦你可能 不管你要你香港貸款 你台灣貸款什麼 你錢都要準備貸款的時候 它的流程 因為它牽扯的層面太廣了 我們先不談 其實如果是開發商已經整好地 這塊地 然後你買了之後 你來設計你自己要 這還沒關係一點點 這還沒關係一點點 最麻煩的就是 這塊地是完全你自己找 然後 我不建議這樣子 那個 可是有些客人 他不理解 他覺得 還要砍樹幹嘛 那個要花超多錢的 超麻煩的 很多客人都覺得 哇這個 可以有自己夢想 我找到我喜歡的地 然後 這個我找 因為你要想 這個設計的人很多 律師 會計師 然後這個建築商 然後這個設計師 然後市政廳 然後什麼還有分包商 這些全部都要自己找 那這些東西是個大工程 那你只要有一個環節出了錯誤 好比如說貸款 貸款其中有一個地方出了錯誤 你整個流程重新在跑 你那個會 旷日廢棄 所以這個是最不建議的 但是 但是如果真的有可能要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這些環節 你等於 你就想像 如果我們現在在台灣 我們要在宜蘭買一塊地 自己蓋 也是很麻煩 各況你現在是要去澳洲 是是是 牽涉了這些人工 然後這一個環節沒有 沒有銜接好你的 那個建造期 透過時間你貸款不能下來 沒有如期下來 就很麻煩 所以應該要 如果就這樣找 要找像剛剛我們介紹的 像Rochdale那種地方 是的 那個叫熟地 就是地全部 什麼電線啊 下水道啊 全部都弄好 你就是直接在找你想要的房子 和工人直接去把它蓋盲就好 對 不要去找那個還有樹的 那個超麻煩的 對對對 那個是開發商在做的事情 這麼麻煩的事情 就交給開發商去做就好 那我們就依照 而且你要 而且找開發商的地有個好處是什麼 開發商也不是傻子 他一定是覺得這個地方有發展 他可以賣得掉 他才敢去買 而且他都跟市政 都打好交道 那個計劃 整個區的計劃跟著走 他是跟著走 那一般我們市井小民 你不曉得怎麼走 你要去找 你以為這塊地 你可以蓋成你要的房子 結果到時候市政 你又說不行 你不能這樣蓋 你就暈倒了 對對對 那很麻煩 我之前之前遇到一個 也是 我也是遇過一次 他弄一弄 結果那個房 那個土地 後來被市政府 歸為那個 一部分歸為公園 陰島 就不能蓋 他原本以為全部都可以蓋 對啊 結果後來被變成公有的 哇 那個 而且買地之間就是 以正常而言 你真的要蓋到你喜歡的樣子 永遠 10個有9.9個都超過預算 是 你可能覺得 預算你可能要 比如說 好 我不確定各位預算多少 比如說你想要100萬 連地連房子都搞定 有這種地方 但是很遠 那你說要找這種熟地 貴要好 不太可能 這種價格 像如果 剛剛我們看那個Rowsteel 這樣子 然後再蓋起來的話 大概全部加加 待會多少錢 我覺得 那個地方其實也很多 有的便宜一點的 六七十萬也有 你說房子 全部一起 也有 然後貴一點的 到200多萬也有 哦 差不多 應該看大小 地塊大小 然後看你是蓋 蓋一層還是兩層 哦 然後你設計的怎麼樣 因為裡面牽涉到造景啊 綠化啊 你車道有沒有鋪 就單純蓋一個房子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要設計整個規劃的話 那就不簡單了 就前後院啊 對啊 有沒有圍牆啊 然後 你要不要用泳池 你要不要用個漂亮一點的小國嶺 哦 就落差很大 是是是是 OK 好 講一下流程 OK 流程其實我們 簡單的就是找開發商 那如果比較辛苦一點 真的你要找一塊你自己的利 基本上我們會先跟你收 其實每一家不一樣啊 但是如果救我們的話 其實我們會先跟買家收個兩萬塊的類似顧問費 我們去開始幫你去列地去跟市政店交車去找地 會有個兩萬塊的這個費用 兩萬塊台幣啊 不是 澳幣啊 對對對 原則上我們是三個月 可以腰斬嗎 這不能腰斬嗎 可以可以可以 兩萬塊可以腰斬的 我們如果就是 基本上兩萬塊 然後是三個月的期間之內 我們會幫你找 然後甚至我們也有台灣配合的設計師 就是為了讓你溝通方便 就是你可以跟他講 在台灣喔 在台灣 然後他會跟我們的澳洲那邊就是 就是因為有合作過 所以他知道大家要怎麼溝通 不然的話連設計師你都要視訊 那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這三個月之內 我們沒有辦法幫你找到你喜歡的地 那我們就會退一半給你 就當作 就腰斬了 那這三個月就當作是我們的 招樓缸啊 幫你找地啊 開始幫你接洽 這些有的沒有的 對 那如果這個沒有成就是退一半 那有成的話 這個兩萬塊我們收的這個 等於就是當作我們的這個 初級的這個服務費 然後後面如果你真的需要蓋 又難度又提高 又需要什麼時候 那時候再另外一台 基本上我們的服務費就是這樣子 OK OK好 那基本上你現金買地 蓋樓是最保險 因為你要銜接好這個蓋房子的流程 因為在澳洲你買地之前是這樣子 你先跟設計師規劃好 跟建築商就是把這個合約都弄好之後 你要依照這份合約去跟銀行去申請貸款 嗯 那銀行就會依照一步一步你蓋到什麼地步 他才貸多少款項給你 哦 對所以你到時候 分開來的 對比如說你地基先蓋好了 我就把 我現在進度到這邊拍照 甚至銀行可能會派人過去看 會看 然後看都符合你要好 我就把這款項給你 嗯 所以你不能delay啊 你如果有delay 你到時候貸款就沒有辦法如期給啊 是是是 最多發生delay的情況就是 改來改去 設計圖改來改去 嗯嗯 所以變成你在買這塊地的時候 你跟設計師想 趕快就是 講是講趕快啊 可是每次提到這個 一定就是一個至少兩三個月的溝通 但是能夠時間抓越短越好 因為你地了買之後 你就是準備要開始蓋 你不可以一直放在那邊啊 嗯 那你只要中間有個設計圖 一樣 這個房子房間太小你想大一點 還是說這個車位你要改在這邊 這個一改 你重新送給銀行的這個 這個合約就要重新換 嗯 就很麻煩了 所以 前面就要把它要改 前面就把它全部弄好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一步到位 你設計圖 然後這個合約全部都準備好 好了 我就定案了 你不會再變了 那這份就要送給銀行 因為你送給銀行 你要送給好幾家 也並不是每家銀行都會過啊 是是是是 所以一步到位把合約給準備好 設計圖準備好 嗯 好 那在蓋房過程當中 就是依照進度去撥款 太瑣碎的東西就不提了 因為你看建築上還要開發票 然後你讓貸款文件又要申請 他都很麻煩 好 那像這樣海外的人可以貸到款嗎 其實基本上我們海外人 我們在澳洲有配合可以帶給海外人士的這個基金公司 但是利率 我們試過很多次 不管你是買新房還是買重買地之間 試到最後 因為他利率就是比台灣高啊 喔 我們大概多少啊 最便宜我看也是4%多 喔 那台灣或香港 他貸款率就是1%多 所以 我們讓你知道 我們澳洲沒有貸款方法 可是到最後 也是沒有人做 因為他們覺得貸款利率差太多 是是是 我是覺得現在就應該好好趁著我們 台灣的低的時候 低的利率 你就是可以 可以來 成就你一個澳洲成家的夢 大部分其實也不用我們說啊 客人到最後他自己也都會選擇 算一算還是這樣 對他還是不會找澳洲貸款 嗯 那在建築的過程當中啊 基本上你要付的款項 他是分批給 你蓋到什麼地步就付到什麼地步 一般而言你地已經買好了 先不管地有沒有貸款 基本上你現在也不太能貸款 地基本上是買現金啊 是 基本上你說真的 他馬上結束吧 對啊 所以基本上地是買現金的 那蓋房子你就要開始付款 第一筆 原則上你要付給這個建築商5% 當作一個保證金 我先用5%給你 然後之後我們來開始蓋 那第一個蓋好地基 基本上你再付10%給他 然後地基蓋好 要蓋旁邊的這個 這個量柱之類的東西 把它架起來了 支架 再付15% 然後等到你要把這個屋頂給蓋起來 封起來 封頂的時候 這個再付35% 這樣多少 這樣已經70了 對 然後你再 65 然後你整個外部的結構都好 接下來就是內部細裝的 比如說可能隔間啊 或者是衛浴設備啊 儲具啊 這些東西 水電啊 油油漆啊 都弄好 這個再付35% 25% 不錯 25% 然後到最後就是4% 全部完工 全部OK的時候 完工了 再付10%給他 那你當然如果你是現金買家 你就照這個流程去做嘛 但是如果你是要貸款 你是不是就要蓋好 然後你就把這個蓋好 然後請銀行來說 你來檢查 我現在蓋好 你這銀行再貸款給我 所以你是現金買家 這些就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一旦堅持到貸款 這些流程就會非常的麻煩 所以總共六次啊 走流程六個stage 對 OKOKOK 那這個stage 其實一樣啊 你要簡單的蓋一個房 把它給蓋好 其實 三到六個月也可以蓋好 但是如果你要涉及到好一點的 我都會抓比較保險一點 六到六個月到一年之間 把你理想的房子給蓋好 基本上是這樣 那 我們這樣講一下 其實幾分鐘這樣講完很簡單 可是你真的在實際上是所有人的通力合作 才可以讓這個是程式 不過我覺得這樣蠻high的 其實我覺得蠻喜歡這樣子的 如果你已經都有相關的概念 你也要來做這件事情 會很high 因為它出來的東西 就只有你才有 我相信應該這樣子啊 就是有些人其實在投資房地產的公寓 公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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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是公寓 你就會覺得要換點新的東西來玩 這是一部分 其實我覺得會去買這種 做這件事情 一定是對自己的家有一份期望 對對對 沒錯 因為實際上如果說是我 我有夢想 我覺得我要做一個屬於我自己 是我設計的房子 對對對 那在做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相當的一些概念或sense 你才會讓這件事情流暢 不然的話你很多人卡 突然卡住 那真的晃著臉 然後又有錢的壓力 那是非常麻煩 所以先有一些概念 如果你不要這麼麻煩 其實澳洲其實已經很多開發商 把地都買好了 那它也都已經做好 比如說ABCD不同款式的這個樣板 那你去做一些細部 細部調整 細部調整 這個就可以 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個會省力很多 OK 我覺得下禮拜應該來抓幾個不同的樣板的 買地之間的感覺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可以嗎 也可以啊 OK好 那所以下禮拜一定要來關注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感謝Jerry的時間 那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 再到留言區幫我們做更多的討論 好 星期六星期一天再記得來 新竹台中的朋友 是是是 OK 好那先這樣子啦 謝謝拜拜